1991年 苏联崩了 成员国都很开心 大家一边热火朝天的分家产 一边憧憬着未来的好生活 但摆在眼前的问题却非常棘手 那就是怎么搞好各自国内的经济建设 作为曾经的带头大哥 俄罗斯给小弟们打了个样 闭眼盲超西方扔来的经济理论 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 虽然对经济一窍不通 但还是强推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国企私有化 也就是后来被群朝的休克疗法 结果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的经济被一棍子打死 寡头们趁火打劫 直到今天 俄罗斯还没完全从坑里爬出来 对于乌克兰来说 300多年来一直都是俄国的一个省级单位 即使以成员国的身份入伙苏联大家庭 但本质上从没亲自操过盘 等到乌克兰独立 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 却惊奇地发现 自己既没理论基础也没实践经验 完全hold不住这么大的物业 怎么办 好办 学大哥呗 乌克兰的第一任总统 克拉夫-秋克也有样学样 他开放市场 变卖国有资产 开动印钞机 一通骚骚下来 乌克兰完美复刻了俄罗斯的崩溃 1993年 乌克兰的通胀率达到了4734.9亿 一些人还传统官员 疯狂收购国有资产 形成了后来的经济垮头 同一批的学样里 还有白俄罗斯 蒙古等 都是被忽悠瘸了的路径依赖症患者 但后来 卢卡申科上台后 白俄罗斯紧急叫停了修口疗法 俄罗斯的普京也强势撸掉了一些不听话的寡头 只有乌克兰投铁 如今还是寡头操盘的国家 1994年 库奇马上台 他是乌克兰目前唯一干满两届的总统 但他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身边的美女总理 寂寞申科 在1991年乌克兰的私有化竞争中 寂寞申科凭借公共的关系 成立了乌克兰石油公司 四年后改名为乌克兰统一能源公司 基本垄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 寂寞申科也迅速成为乌克兰的能源寡头 1999年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寂寞申科如愿成为乌克兰的副总理 两年后就被总统库奇马解除了职务 并被乌克兰总检察院起诉 罪名是伪造海关文件和走私天然气 不过 寂寞申科在监狱里只待了42天 便被放了出来 指控也撤销了 库奇马要的是寂寞申科下台 消除权力威胁 而不是搞死对方 但寂寞申科可不是软柿子 他迅速联合同样背撸的政总理尤先科 成立了反对党 主要工作就是反对库奇马 2004年乌克兰大选 寂寞申科给尤先科打辅助 满怀信心的要拿下乌克兰总统的位置 但结果出来后 却是亚努科维奇获胜 随后就出现了选举造假的声浪 暴脾气的乌克兰人上街游行 要求重新选举 50万人跑到基辅的广场喊口号 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橙色革命 后来有媒体爆料 尤先科获得了欧美的大力支持 各种NGO给橙色革命的会员发补贴 资金规模达到了6500万美元 面对暴走的老百姓 乌克兰政府顶不住压力 便把亚努科维奇的成绩取消了 并宣布重赛 除此之外 有媒体还爆出了 尤先科被政敌下毒 至于具体是谁下的毒 为什么没有被毒死 尤先科指口不提 但脸上却写满了故事 乌克兰的老百姓 对事件的真相毫无兴趣 但还是把同情分 嫁给了尤先科 2005年 尤先科成功当选总统 纪莫申科也成为总理 但美魔女的风头 完全盖过了毁龙的总统 首先 纪莫申科本身就是寡头 经济实力和背景都在那摆着 其次 纪莫申科是橙色革命的实际领导者 经过这么一闹 纪莫申科的影响更大了 最后一个原因 美女显然要比丑男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提高选民支持率 尤先科想出一个奇谋 他把2005年全国财政预算的80%拿出来 给老百姓发福利 方案已经公布 乌克兰人开心地举双手双脚赞成 问题是乌克兰的国防教育基建的钱从哪出呢 尤先科的奇谋 说白了就是拿国家的钱买选票 2004年 乌克兰的GDP增长率高达12% 2005年就跌到了3% 乌克兰的经济都不是腰斩 而是脚踝斩 更骚的操作还在后面 尤先科为了搞掉纪莫申科 私下里联手亚姆科维奇 2006年3月 纪莫申科被开除 尤先科任命亚姆科维奇为总理 乌克兰的老百姓都懵了 不是说亚姆科维奇作弊吗 怎么还当上了总理 2004年我们闹的是啥 是革命还是他妈寂寞 傻眼的还有欧美 老游你脸坏了 难道脑子也坏了 我们拿钱捧你 你呀居然找个亲俄的人当副手 你这不仅是在 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谁都知道 亚姆科维奇是亲俄派 而尤先科的背后是西方 总统和总理的系统不兼容 国家机器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不过尤先科想法多 变得也快 他毫无压力地找到寂寞生科 表示冲动是魔鬼 希望寂寞生科不计前嫌 一切向前看 继续两人的革命友谊 寂寞生科表示同意 2007年9月 亚努科维奇辞掉了总理的职位 寂寞生科二路上岗 官府原职 轻工具都不敢这么演 乌克兰的正圈不仅演了 还带出了三国的味道 整个尤先科时代 俨然就是一场 低逼格的宫廷内斗喜剧 尤先科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了内斗上 国家经济是一烂到底 2009年GDP增长率 居然是负的14.78% 人均GDP只有2650美元 乌克兰的老百姓为了生存 女孩跑到西欧和东北的夜场跳舞 跑不出去的 就在基辅的广场发小卡片 年纪大点的就加入代孕大军 乌克兰政府为了创会 居然还发展出一条代孕产业链 政府高层甚至提出 要把色情产业合法化 后来大家都礼貌地 称乌克兰为欧洲子宫 尤先科和西方打的火热 也把俄罗斯得罪得非常彻底 2009年经济危机 乌克兰经济跌到了谷底 但他们却惊奇地发现 俄罗斯给自己的天然气价格 居然是全欧洲最高的 乌克兰人当时就炸了 索性赖账不付款了 眼看乌克兰欠的钱越来越多 俄罗斯就威胁乌克兰 如果再不还钱 那就直接断气 而乌克兰也非常头铁 声称俄罗斯如果不给乌克兰供应天然气 那就把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全堵上 欧盟一听就慌了 你们打架 断我们的气算怎么回事 于是赶紧出面调解 这件事才算过去 尤先科折腾了四年 终于把乌克兰搞残废了 2010年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战胜寂寞深科 成功赢得大选 这一次没人站出来说他作弊了 亚努科维奇上台后 赶紧去抱普京的大腿 俄罗斯也非常痛快地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 作为回报 亚努科维奇把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租约延长了25年 坐稳位子后 亚努科维奇马上开始清算寂寞深科 因为这位美魔女不仅有钱 而且影响力大 私底下和西方普京关系都不错 万一哪天搞个蓝色革命啥的 自己可真戒不住 2011年 寂寞深科因滥用职权罪被判7年 不过2014年就被释放了 因为此时亚努科维奇倒下了 2013年11月 亚努科维奇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加入欧盟 乌克兰人马上就不干了 闹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跟着西方过好日子 现在突然把项目停了 那以后还不得吃土 因为有过橙色革命的经验 刁民们拿着剧本上街暴走 结果越闹越大 游行抗议很快演变成打砸抢烧 亚努科维奇赶紧做出让步 否定了之前的政策 不过此时的乌克兰已经失控 老百姓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 骚乱一直持续到2020年的2月 乌克兰警方在对抗冲突中 搞出26条人命 希望国家趁机插手 公开指责亚努科维奇不讲人权 用的都是数十年来一贯的话术 2月21日 亚努科维奇被解除总统职务 随后便跑到俄罗斯躲了起来 亚努科维奇倒台的第一时间 寂寞深刻就被放了出来 接着他又领导了橙色革命2.0版 强化了破坏功能 直接把基辅砸了个稀烂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 普京趁乱出手 先是切下乌东做缓程区 接着又强势收回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 顿涅斯克、卢干斯克也宣布独立 乌克兰政府马上安抚这两个 不嫌事大的骚年 经过几轮谈判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勉强同意留在乌克兰 但拿到了充分的自治权 2014年是乌克兰极度酸爽的一年 乌克兰人把自己的国家砸得稀烂 克里米亚丢了 还差点自我肢解 而声称带飞的西方就站在一旁围观 不疼不痒的制裁了下俄罗斯的经济 至始至终都没表现出 要和俄熊玩命的态度 不过世界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也包括乌克兰人自己 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 让乌克兰国内谈俄色变 亲俄派被骂成了筛子 亲西方的波罗申科被推上总统的宝座 这位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一样 也是在私有化竞争中赚得盆满钵满 典型的寡头政客 他在1996年创办了如胜公司 后来发展成欧洲最大的糖果企业 波罗申科在成为总统之前 被称为巧克力大王 面对亚努科维奇留下的烂摊子 波罗申科低调做人 总算在16年止住了经济负增长 取得了3%的增长率 不过在他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 商人的贪婪本性终于隐藏不住了 据乌克兰媒体爆料 在2018年 波罗申科通过微操黑了不少国防预算 他利用自己的皮包公司 走私俄罗斯黑作坊的劣质零将 然后再以高于市场数倍的价格 卖给乌克兰的军工企业 还把大量的国防订单 交给自己的公司和关系户 从中攫取了巨额财富 波罗申科在2018年的收入 达到了33亿卢布 是2017年的80倍 波罗申科的行为 彻底把乌克兰军队坑惨了 自从乌东战争开打以来 乌克兰的军队损失惨重 这其中虽然也有国力问题 但多少也有波罗申科的因素在里面 2019年乌克兰再次迎来大选 季莫申科第三次站出来参选 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只剩下波罗申科和著名喜剧演员 泽连斯基对垒 泽连斯基是个犹太人 是个欢乐喜剧人 还是个纯粹的政治素人 在成为总统之前 泽连斯基的身份是演员和编剧 正是他主演的讽刺喜剧 人民的公仆 把他推向了总统之位 剧中泽连斯基饰演了一位中学历史老师 名叫瓦西里·波德·洛维奇 平时就是在课堂上打嘴炮 骂政府无能 没节操 贪污腐败 结果他骂政府的视频被传到网上 一下子成了网红 后来学生们怂恿瓦西里去参加总统大选 瓦西里居然奇迹般的获胜了 随后他就把自己的发小 同学和前妻召集到政府 组成了低配的内阁班子 和寡头集团斗智斗勇 乌克兰老百姓对政府太失望了 所以《人民公仆》一经播出 就成了当年的神剧 第一季播完后 网上就发起了让瓦西里当总统的活动 不知道是不是入戏太深 泽连斯基居然当真了 2018年的最后一天 泽连斯基宣布自己将代表人民公仆党 参加2019年的总统大选 第二天他又发了一个短视频 邀请志愿者加入自己的竞选团队 条件只有一个 必须是政治新手 这个竞选策略和电视剧里的剧情 一模一样 更魔幻的事情在后面 作为政治菜鸟 泽连斯基的竞争策略很简单 就是安静的做个网红 他不上街 不搞机会 不辩论 也不接受采访 整天窝在家里上网发视频 频繁和网友互动 波罗申科抓住了这一点 讽刺泽连斯基就是个懦夫 如果是个男人 就站出来和自己单挑 来个一对一的辩论 挑战的视频在网上挂了两天 泽连斯基回应说 自己乐于接受挑战 不会像四年前的波罗申科一样 做个懦夫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2014年的时候 季莫申科向波罗申科发出挑战 要来个一为一的电视辩论 结果波罗申科秒怂 直接拒绝 习近之王表示自己可不怂 接受挑战的同时 也提出三个条件 先提解 辩论地点设在体育场 让季莫申科当裁判 乌克兰网上盛传 波罗申科是个酒鬼 还经常吸粉缓解压力 泽连斯基要求先提解 无非就是要波罗申科取消辩论 但没想到的是 波罗申科全都答应了 三天后 两人的体检报告都出来了 泽连斯基身体健康 波罗申科也没发现 吸毒和酗酒的问题 4月14日下午 超过一万的乌克兰人 涌入基辅体育场 准备围观巧克力大王 和喜剧之王的巅峰对决 结果辩论会的时间到了 喜剧之王却没有出现 波罗申科一个人强证了场面 对着空气骂了一个多小时 随后 喜剧之王在网上发表声明 说自己定的时间是4月19号 可波罗申科非要在4月14日辩论 所以自己没有参赛 行吧 谁让对方是个演喜剧的呢 五天之后 一样的时间 地点观众 两位总统候选人 终于站在了对决的舞台上 泽连斯基先发言 第一句就是声明自己不是个懦夫 算是立了个flag 然后就对波罗申科展开了攻击 说他不关心老百姓黑国家的钱 说着说着 话风就变了 喜剧之王突然说 要给俄乌冲突阵亡的士兵下跪 他的双气就磕在了地上 旁边的波罗申科都懵了 这是什么节奏 你个喜剧演员不讲段子 改玩山情了 不行 你跪我也跪 波罗申科只浪费了0.3秒 单腿就跪在了地上 而且啊 波罗申科不仅跪了亡魂 还转身跪了国旗 现在换成喜剧之王 尴尬了 光记着山晴把他们国旗这事给忘了 自己带起的节奏 却让对手抢了戏 那啥 起身 看着波罗申科拿国旗做文章 喜剧之王也让团队把国旗拿了出来 两个团队各吃一面国旗 然后开始疯狂标戏 喜剧之王的团队举着国旗喊口号 波罗申科团队捂着胸口唱国歌 喜剧之王对台下的民众疯狂打抠 波罗申科唱着国歌一脸的比喻 这场对决的魔幻之处就在于 你分不清是辩论会还是真人秀 波罗申科最后连自己在哪是谁都模糊了 行吧 前戏真的太卖力了 该聊点正事了 说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吧 毕竟是选总统而不是选演员 多少得拿出点治国安邦的想法吧 泽连斯基的政治主张是 治理乌克兰的腐败 振作乌克兰的工业 与西方保持友好关系 加快乌克兰进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 关于怎么实现这些目标 喜剧之王一句也没提 波罗申科又懵了 这个主张怎么听得如此耳熟 这他妈不是我的主张吗 曾经是寂寞申科的 也是尤先科的 波罗申科估计内心跑过一万皮纳沙 节奏被带跑偏不说 台词还被对方提前用了 辩论会在一场无厘头的表演中仓促收赏 波罗申科完败 4月22日乌克兰大选结果揭晓 喜剧之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得票率为72.7% 乌克兰进入喜剧人时代 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后 一位乌克兰公民说道 我有90%的把握说 泽连斯基是个灾难 但我依然投票给他 因为我知道 现总统波罗申科继续待在台上 百分之百是个灾难 这就是乌克兰人的逻辑 他们厌倦了寡头轮流执政的日子 对政府已经不抱希望 只幻想着把电视剧里的剧情 附和进现实 但现实却又给乌克兰人开了一个玩笑 泽连斯基是个喜剧演员 也是个政治菜鸟 但喜剧之王的老板 却是乌克兰的第二富豪 科罗默伊斯基 标准的商业寡头 闹来闹去 乌克兰还是没能脱离寡头执政 却又平白无故 多出一个笑话 不知道 乌克兰人未来将面对的是喜剧 还是悲剧 请不吝点赞订阅